一心敬禮 两名和尚 撒家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图灯达尔吉上师 一心敬禮 父母主尊 南无地藏王菩萨 一心敬禮 谈承三宝 各位上师 师母 教授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盟 大家午安 今天我们是做 地藏王菩萨的护魔 那么这个护魔 有一个主旨 主要的用意 在于 就是超度 这个中国西藏 大地震 他的所谓的 所有的这个死亡的 这个同胞 这是一个很大的超度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这一次我们做护魔的时候 他就显现出来 这个昨天晚上 就在我刚刚快要入睡的时候 以前我们过去的 有一位上师 叫正义信 正义信上师 就是连台上师 那他就来 他说 这个法会 是由他来 由正义信上师 连台上师 来做带领 他来做带领 我说 那你是 现在是什么职位 为什么是你来带领 他告诉我 他本来是在净土 知道有这个法会 那么姚慈金母 给他一个旨意 他是现在 这个天下巡伏 巡伏啊 你知道我们那个 中国有一个官位 叫做巡伏 巡 就是这个巡 福 就是福位的福 那么他还带了两个副将 他一个人 正义信上师 就连台上师 他说 他跟姚慈金母 请子 从净土下来 那么拿了一个职位 叫做天下巡伏 天下巡伏 带了两位副将 专程下来 这个守护 守护这个法会 守护这个法会 所有的幽民 全部由他来管 所有的亡灵 全部由他来管 我说 哦 原来是这样子 他们很大人 天下巡伏 一般来讲 我们在中国以前 听说过有什么 这个什么 山西巡伏 四川巡伏 或者是什么 福建巡伏 闽南巡伏 都是这种巡伏而已 他是天下巡伏 好像掌管整个天下的 这个 这个巡伏大人一样 很威风的 这是一个特点 因为这个法会很大 所以他请子下来 做天下巡伏 把所有的幽民 带到这里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做护魔的时候 这个不是开始要点火吗 这个火一点 这个纸往这个炉里面一抛 居然从炉里面 伸出一张手 这个把这一张纸 轻轻地拖着 拉到炉里面 他在空中漂流了几秒钟 我看得好清楚 一只手把这个 把那一张这个 这个点火的那一张纸 纸巾 他拿着 轻轻地放到炉里面 在空中 居然停了好几秒 本来一抛 他就下去了 他没有下去 就在空中 扶着 停了好久 然后才下到炉里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就问 这个 正义性上师 联台上师 我说 那你把这些幽灵这么多 好几万 这么多的幽灵 你都给它放在哪里 你怎么把这些幽灵放在哪里 他跟我讲 这些幽灵 早在两三天以前就来 三天以前就来 他说 他就住在 卢斯尊的 右边的眼睛里 他说 他们就全部住在我右边的眼睛里 我说 哪里有这回事 我说 哪里有这回事 他说 你不知道啊 你去看一看镜子 我去看 往我的天 这无缘无故的 我右边的眼睛全部都红掉 哇 变成血核啊 我右边的眼睛啊 全部都红了 全部变成血核 我明天要去看眼科医生 到底怎么一回事 如果他们来了 住在我眼睛里 如果不走呢 不走我怎么办啊 我眼睛就永远是红木猴啊 我眼睛就全部都红 他说不会了 他说 这个连台上师讲说 他们 这个法会一完 他们就会渐渐的 由地藏菩萨接引 然后到脆微净土 地藏王菩萨有一个脆微净土 这是第三点不同的 把所有的幽民 全部放在我右边的眼珠里面 哇 我都张不开眼 联系已经两天了 两天三天了 眼睛都是红 无缘无故 这个左边的 一点红都没有 右眼 两个眼睛像血一样 但是还是看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很奇特的 那么刚刚呢 这个在做供养酒的时候啊 有些四川的老百姓 他们说他们也要喝酒 要养酒啊 养酒没办法养酒 那你养酒我就往地里面洒了 空中不洒 空中是佛菩萨的 地下的是幽民众生的 那这样我就 沾了一点酒往地下洒 就是给他们的 所有的变化共品 全部化为千千万万 像银海一样 让他们的资粮非常充满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药品 他们有病的 都可以除掉这些病 然后我今天早上 稍微看了一下电视 很惨 现在在四川镇后 挖出来了 一百多个小时以后 手挖出来了 全部都是死尸 整条马路上摆满了死尸 然后已经开始 有点腐化 已经出味道 没有办法 所有救灾的人员 就挖了一条坑 一条很长的坑 就地烟埋 没有办法认出 谁是谁 那很多老百姓呢 活着的 就拿照片 给那些挖坑的人 希望他自己知道 自己的仙人 是埋在哪里 但是事实上 能不能认出来 还是一回事 因为整条街上 全部都是死尸 那么在死尸的旁边 挖掉 挖了一个很长的深坑 挖出来就埋 挖出来就埋 因为已经开始腐化了 开始有味道 你不给他买也不行 所以也 因为如果不买的话 也会产生很多的疾病 到时候会有麻烦 就随挖 就随埋 觉得很可怜 那么我们今天 做这样子的超度 就是 灵敏天下的这些 所有的 天灾地变的 昌生 令他们 所有的资粮 能够圆满 满足 资粮都能够满足 令他们有衣穿 令他们 有净土可以去 有房子可以住 令他们有光明的前途 可以走 今天这一谈护魔法会 非常的圆满 我今天可以说是 用尽了 我自己的心力 专一的 做这个超度 幽民的工作 那么地藏王菩萨 及天下行福 帮助他们 接引他们 到脆微净土 这一场护魔 我们也是做 习斋的护魔 报名的 以地藏菩萨的 微神之力 拔除了 他们身上的疾病 所以有病的 拔除他身上的病 因为我们也共药 共药 那么我们也共资粮 能够参加这一场法会的 那么增加他们的福分 增加他们的智慧 洗掉所有人的灾难 能够以地藏菩萨的威力 让家庭也能够圆满敬爱 以地藏菩萨的威神之力 也能够让 所有的厌敌 能够退散 那么在这一次的地藏王菩萨里面 地藏王菩萨 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法力呢 因为在佛陀 这个快要走的时候 可以讲释迦牟尼佛 曾经将人天 天就是天道 跟人道 全部附属给地藏王菩萨 就是拜托 在佛陀离开 这个人世间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个释迦牟尼佛 附属人天品 地藏菩萨本宴经 附属人天品 曾将人跟天 全部交代给地藏王菩萨 其希望地藏王菩萨 能够带领所有的人天 能够让所有人天 能够祥和 能够吉祥 能够平安 能够富足 这个就是当初佛陀 属父地藏王菩萨 希望他带领众生 接系佛陀的任务 那么我相信 我们今天做地藏王菩萨的附魔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只是 不只是度化幽民众生 更能令我们 能够疾病消除 更能令我们 得到财富 令我们能够洗掉病业 令我们能够敬爱严满 令我们能够厌敌退善 今天我们这个慈悲啊 灵敏 四川大地震的所有的 这个游民众等 同时呢 我们也要展开 这个赈灾的工作 真的是 王哲可以讲说 他已经由我们超度了 但是生哲呢 生哲就是希望 所有天下的人 都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生哲 因为王哲已爱 那么生哲啊 才刚刚开始 他们失去的家庭 失去的所有的财产 那么失去的亲人财产 甚至于失去的工作 甚至于失去的生存 所有的资粮 这是必须要天下的人 能够伸出援手 去帮助他们 我们也在这里 祈愿 祈求这个 地藏王菩萨的 微神之力 让这个 未来的日子 能够吉祥 能够平安 就像十轮金刚的 吉祥诵一样 咒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时 借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 全部通通都如意 那么也愿我们 能够坚固自己的道心 好好的修持 不但在世间 获得世间的利益 也能够在未来的初世间 获得很大的成就 希望我们共勉 阿玛林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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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林佩明